红终出口 宝极高颖 大决心体 所以说博众生下手处也在哪里下手 也在观世音菩萨观音法门中下 不管是汉传 不管是藏教 都以观音法门为下手处 观音法门是什么 大悲法门 大悲什么 献女下 就是这个担当处 你认这个女德使 你认这个女德使才是还你大智识 所以文书才说我义如是正 非为观世音 你在感受之中都不能担当 这个感受是大决心体同体流出 你要担当感受的同体流出时 那这也是每天在参的 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 怎么每天怎么用 就是要天天开始参呢 哪个感受不是大决的同体流出处 当你知道感受都是大决同体流出 感受的势力就写 决心的同体就写 决心的同体现实不是没有感受 是清楚感受 那个象中就是女象 所以观音多谢女德 你能在这个上面 你才能够知道什么叫大智 你根本在感受之中 都不知道是决心的同体时 你说你将来怎么样知道 决心的大智 绝无可能 你根本不知道 这些感受都是大决的同体时 你怎么样开散心性之中的 大决心体的大行 绝无可能 你不证观世音 你根本证不到其他的四智 观世音是你下手处 所以念念之间要在一切感受之中 念念要知道她的同体 念念这样的照 如同东方的太阳的出身 念念就在这个女德 这个同体上念念这样照 明白这一些感受之中的 所有一切行持 她的轨度 叫绿度母 绿者 青眼 如同东方大照 照一切感受的种种轨度 行持 就在这个行持之中 你能够担当这些感受 毕竟是决心的将来的成就 因为它已经落在成就处 感受明白 可是你知道是决 你从决中看它的 你从同体中看它的 所以感受将来还归决体中 感受都在 但都归决体 叫白度母 白者西方矣 成就矣 这白度母 绿度母是谁 观音菩萨座 所以密宗也没有什么很玄的 心性中 你要不答信都是玄 你要答信 我当然理尽绿度母 白度母 都以这个母字 都真正女相 你不知道心性 你一天到晚讲白度母 绿度母 你只为狂惑世间人 这就是绿度母 白度母 天天就要在大悲 统体像中 观音功德上面 看到这个根本能够入世的 这个心性之中的女德 那叫度母 为什么叫度母 因为念念之间 明白它的轨度 明白它的行持 所以这个度母之中 就有两个项 一个就是大照线前 绿度母 在大照之中 必定成就 白度母 真是清清楚楚 所以在这个 你要是真正明白 自信之中的作用 你会发现 不管是哪一方土地 哪一方人 只要是跟大觉心体相应 他的名字叫做藏 我的名字叫做汉 叫做险 我们讲的是同一法性 学乌尔法 你要是说 汉传佛教 比我们藏传卑劣 那阁下一定是 看着相 不是艰辛 那你都在相上看 那你也就没有办法做什么 教授 你根本也没有 你根本也没有 日本人王 太子 本人王 太子 被 太子 也有 我的名字叫做藏 衔福 家里有 席 人 有 他的名字叫做藏